您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 在7月的坚持到最后这系列的影片中 我们介绍了核三厂统槽耐震补强工程的干苦与原油 而同样是在核电厂 北海岸的核一厂,台电也是持续进行着许多工程 为了配合控制式大修短暂的时程 员工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更是家常便饭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核一厂加强耐震度的工程情况 第一时间接触到核一厂 50 车前接触到核一厂 50 车前接触到核一厂 喂,远远 抱抱,今天晚上要加班喔 再听阿威喔,听妈妈的话喔 好,OK,OK,掰掰 來 一天就是白天還是正常的上班 然後到了天下班 我準備要到控制室內上班的時候 就覺得尤其是那天 六月六號的那天是我的生日 永遠記得我就是跟大家反方向 別人下班我要上班 可是我覺得為了工作 就沒辦法 一定要幫忙給我們採訪 311的輔導事件的時候 鎮壓好像在台灣 我們台灣電梯公司的核能電廠 做了難以暑記的一些評価改善工作 這個案子他就是在做 有一場控制室的耐震運行 控制室的天花板 架設那個耐震的支撐 去讓整個天花板 其實天花板是輕的東西 可是我們店長他所要求的耐震運行 非常高 國外的一個叫做SMA的法師 他們就是強調說剛購 弄這種型的剛購 把它加到長大回去 可是公司的電話板 為什麼不好注意 是因為它裡面有很多很重要的 發電圖的設備 然後我們在施工前 一定要去做好一些事情 然後施工中 一定要去確定 我們確定的說 一定要小心動作 我們可以利用到的時間 其實是非常的無限 在大修中 或者是我們在做 在場裡面的其他的物理 也都是在利用大修理去做 所以我們的工作 我們要被迫 要在平常的時間 可做的時間是讓它 我們能做的時間 都是從晚上九點 做到白天早上大概六七點 幾乎都是過著晨空電腦的分子 所以這個身體時鐘的調適是非常不錯的 這裡是台電影音網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